你好,我是莉莉,今天是2021年的8月21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川普、拜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都在说 中共和习近平已准备入侵台湾 所以这件事基本就是真的了 令中共有些部队已掉岗 掉岗就意味着要开战了 这几天郭先生连续做了好几天的节目 谈中共已做好各种准备和部署要攻打台湾 我视频评论里一堆五毛说 那么机密的情报郭先生怎么拿得到呢 郭先生的情报能力这四年下来我们都见到了 但五毛还在那睁眼说瞎话 现在不止郭先生说 连川普、拜登、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 美国现任国家安全顾问都在说 中共要入侵台湾这事了 看这些五毛还怎么说 这几个人是能拿到最高级别最机密的情报的吧 川普这几天在Fox连续两天发出警告 主持人说 中共说美国人需要祈求他们的准许才能进入台湾 中共的宣传机器说 美国不会动一根手指去帮助我们的盟友台湾 如果他们说收服台湾 我们知道那实际上就是攻占台湾 川普说 我曾强硬的对习说过不要对台湾做你们打算做的事 现在发生的是上周中共有28架轰炸机飞越台湾 我认为中共不尊重美国的现任领导人拜登 中共也不尊重美国 主持人问如果中共收服台湾的话 你认为美国会介入保护台湾吗 川普回答 中共现在不尊重拜登政府 不尊重美国 那川普言下之意是中共根本不在乎美国以及拜登 肯定要收服台湾 而拜登在8月18日接受ABC专访时表示 美国向来信守承诺 若有人侵略北约盟国 美国会采取行动 对台湾、日本和南韩也一样 有人问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说台湾现在非常害怕 中共在入侵台湾时 美国抛弃他们 沙利文说美国会一如既往的坚守 对盟友台湾和以色列的承诺 而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说 习近平说过他一定要统一台湾 无论以什么方式他都会去做 美国现在正在调动军队 把那些从阿富汗获得丰富经验的老兵 部署到太平洋地区 威慑中共 避免中共误判形势 攻打台湾 那样可能会导致一场谁都不愿看到的世界大战 从这几个人的谈话中得知 美国也知道 习近平及其中共要攻打台湾了 他们也都承诺要保护台湾 不会抛弃台湾 但现在的问题是 美国对台湾的保护到什么程度 是只提供武器 技术人员 还是全面与中共对抗呢 若美国加上日本 只提供武器 技术人员 或者发几发导弹 只凭台湾自己的军事力量 能否抵抗得住中共的入侵呢 若台湾抵抗不住 然后美国在事后说 你看我已尽力了 导弹潜水艇技术部队 我都出动了 但还是没能抵抗住 若美国必须与中共的军队全面对抗 出动精锐部队 才能保得住台湾 那样美国就会遭受很大的人员伤亡 美国肯吗 关于这个问题 郭先生在8月20日的三个小时的直播中也谈到了 郭先生说 国内一个军队的战友给郭先生发来信息 说今天他们要撤岗 后来发现不是撤岗 是掉岗 这对台湾就非常危险了 所有打仗之前放烟雾弹 说不打了 不打了 然后迅雷不及掩耳直视 去攻打 在有各方掉岗的时候 是最可怕的 因为双方都怕有对方的人潜伏 摸清情况 一般掉岗是开战的开始 这个掉岗的战友是导弹部队的 第二 从巴西内部掌握的情况 中共用台湾 新加坡 日本 泰国 马来西亚的公司 来囤积大量的粮食 中共想不想打仗 看粮食储备就能看得出来 看福建 厦门 大林 广西 广东 这些地方有没有储备粮食 就知道了 中共是从去年就开始想打仗的 还有中国大面积的饥饿和缺粮 是它维稳解决不了的 统计局里有一半是河南人 他们告诉郭先生 中国自己生产粮食 在5亿吨到6亿吨 中国需要8到10亿吨的粮食 中国不超过10亿人 中国今年准备进口3亿吨粮食 所以中国今年由于河南水灾 自产粮食不会超过3亿吨 中国储备粮 外购粮的是中粮集团 中粮集团都是常委家族控制的 中国说是战备粮一亿吨 实际不到5000万吨 很多被瘫了 台湾的导弹防御系统 可以忽略不计 很多人说大陆的空军 陆军海军都不行 啥啥都不行 但综合军力就是全世界排第二的 某些优势比美国还强 比如中共不在乎死多少人 它成本低 美国人拿着红外线瞄准枪 中共没有红外线瞄准枪 但它有一百万人拿着菜刀往上冲 绝对把你砸死了 共产党的导弹是1万到15万美金 是最贵的 洲际导弹加一起还不到150万美金 美国很普通一个导弹 都有五六百万美金 巡航导弹180万一枚 相比之下 共产党的导弹太便宜了 可以不计成本 虽然没有准头 但它就是疯狂的 把所有的导弹都扔过去 中共不在乎死个一两百万人 若美国死一两百万人 那美国就翻天了 中共不在乎人命和穷兵斗武的血性 已经决定了战争的输赢 台湾防御导弹加一起 不超过7000枚 共产党随便让你扔到北京 上海也就杀10万多人吧 然后中共可以用这10万人的命 威胁全社会 说你杀了我10万人 我就可以扔核武器到台湾了 它的疯狂 人命不值钱 战争几乎没有什么成本 决定了中共一定会拿下台湾 美国的武器是惊准狠 战争的本质是消灭对方的再生力量和反击力量 共产党是不可能服的 它有十多亿人口 它的人命是可以堆上去的 你美国是杀不死中共这十几亿人的 反过来中共若杀了美国一些人 美国是接受不了的 若跟日本打一个对一个绝对赢不了日本 但日本的经济坚持不了长时间的战争 中共把游一亭卡住运输通道 半年下来日本就会投降 日本是出口型经济 尽头型能源 要不就动用核武器 弱的国家都会毁掉 谁敢动核武器呢 美国把所有的导弹都放到台湾去 让台湾扔往大陆 但中共控制的是一个内陆国家 你可以灭中共 但征服不了整个中国 进到大陆 饿都饿死你 怎么维持攻击 还有共产党已经把台湾所有的国民党都摸透了 对于民进党是绝大多数摸透了 共产党已经玩透了 表面上国家民族统一 私下里给钱 蓝金黄所有人 若封堵台湾岛两个月就结束了 只有共产党灭了 台湾才有生存的空间 但怎么灭掉中共呢 第一国外现在没人相信中共了 国内很多人也在逐渐认清共产党 二是党内的反腐造成了共产党的分崩离析 在京西宾馆谈判 中共要与美国平起平坐 直接叫板美国 中共就是在找死 因为中共的经济 军事 科技 地缘政治 全是靠美国的 再有 中共在全球释放病毒 弄阿富汗 还要攻打台湾 就是现在郭先生隐居深山 共产党都会死掉 只是中共能多活几年 会带走更多的人 听完郭先生关于台湾局势的分析 就觉得打这种常规战争 中共是怎么样都会赢 因为中共不怕死人 但消灭中共最好的办法 就是无人机斩首老杂毛的模式 但爱黑势力集团出于自己的利益 他们又不肯做 所以最后苦的就是台湾人民 大陆老百姓 以及全球的底层民众 在三个小时的直播中 郭先生还说到了 一 除了中粮集团 中石油 中石化 中海外 五大银行 保利集团 北方工业等 都是常委家族控制的 这就是管枪 管粮 管钱的 二 中国非常贫穷的人口 是1.5亿 生活在陕 甘 广西的荒山野岭中 这就是在黄河上游 每年有3000具尸体 飘下来的原因 三 中国贫困人口 是某些当地官员 要饭的工具 一捐钱 当官的就会拿走一半 甘肃某副省长 现已是政治局委员 曾对郭先生说 中国的毛病 在中南坑的 只靠捐款是救不了的 捐得越多 穷人越多 这个副省长也曾挖井 救助过当地人 一是当地人改变不了思想 关键上面领导 看不惯 你都解决了 领导干啥呢 四 阿富汗是一个极为贫瘠的国家 虽然稀有的矿产风部 它不产粮食 工业品 塔利班又不能吃鸦片活着 塔利班一定会崩盘 共产党自己也缺粮 中共能一直供应 阿富汗的粮食吗 这个粮食 就能把塔利班政府饿死 它的矿 中共需要不了那么多 它想卖给别的国家 卖不出去 谁去开采呢 阿富汗只有不到1000万美元的现金 最后阿富汗人一定会反抗塔利班 共产党一定会死在这个帝国坟场 五 阿富汗的短板 水 粮 清工业 医疗 共产党是在作死 六 河南 湖北水灾之后 中国会因为缺粮 大死人 粮食是今年所有核心的核心 七 当年的知青 几十人 男男女女 睡在一个屋里 你若相信他们非常纯洁 什么都没发生 那是不可能的 8 2019年开始 中国50大风云人物全部被边控了 谁都出不了国 石屿柱从2015年之后出过国吗 我补充一下消息 在昨天中国经济周刊报道 石屿柱的珠海巨人高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珠海是绅士新技术有限公司 分别被冻结股权 277.94万和1630万人民币 九 圣经银行已被接管 中箭头还有富力的张力都要完了 所有的这些都来自国内战友的情报 十 塔利班跟新疆只有77公里 过来之后就是新疆三万年的北京常委喝的最贵的水 阿富汗没有粮食 没有水 十一 老杂毛有资格流导中国的 是汪洋 还有曾庆红 十二 肖建华输的原因 是他的肉身是在共产党的控制范围之内 肖建华腐败共产党那么多人 他犯了个规则 他成为了中共这个组织绝大多数人的威胁 肖建华考北大是超的 山东宇城的一个老师帮肖建华干的 买通了考官 提前拿的考卷 肖建华见谁都送明星和学生 什么这个兵那个兵之类的 共产党虽然身边有很多女学生 但是他还要装一装的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